HE1107排到好似英文字句 Hello7 高等法院今天推翻裁判法院的判決 裁定它違反交通条例 王家旬报道 贯中的车主将原本HE1107的车牌 英文字母和数字的距离 排列成Hello7 被告院裁定違反交通条例 告院法官彭建基说 法例清楚列明车牌要易于识别 不会令人混淆 在道路交通条例的负例 已经有图样显示车牌的正确规格 但原审裁判官判案时就漠视法例要求 弗建基又说 任何车主为了有型、有趣、挖重 或者标期效果 去改动车牌的自拘都是违法的 律政司代表要求将案件法案重审 但因案中的事主没有出庭 法官决定押后处理 警察原作及协会 欢迎法庭的裁决 认为有助警员执法 运输署就说要研究判辞再作回应 案中的车主在前年6月 被警方控告违反交通条例 原审裁判官认为 法例没有列明自拒 裁定车主没有违法 但政府不服上诉 无线电视记者黄家俊报道